上次我们说过了胸部上斜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胸部中间的位置该如何去锻炼 好 第一个动作我们把手先打开 然后往中间水平的位置加紧 慢慢的内收 打开外旋 往中间慢慢的内收 加紧我们胸的两侧 好 这个动作呢 我一般会做8到12次 每天做鼓足 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往前推的动作 我们要慢慢的把后背加紧 往前推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往前去送肩 送肩的话我们胸就失去它该有的张力了 所以说再打开 慢慢的往前推 加紧胸部两个拳头碰在一起 再打开 有意识的加紧胸部往前推 好 这个动作我们也会做12到14次 每天做鼓足 第三个动作算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动作 刺激到我们的上面中间部分还有下面的部分 我们首先把双手合适成为一个灵性 慢慢的打开 身体不要跟着往后去伸 往下 下到底部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感觉胸部已经完全夹紧了 它慢慢上升 停留1到2秒往下 反正同样的停留1到2秒 这个动作我们也是要做12到14次 每天做鼓足 你学会了吗 有问题一定要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阿乐 关注我 让你在健身的过程中 操作网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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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